臺灣其實跟北韓有一定的關係 尤其在李總統時代 太公其實在李總統時代 跟北韓他有非常深的淵源 那麼在未來 包括新益州的特別行政區的開發 這個新益州的這個特首 叫楊斌 那最近也請了太公去討論 未來如何開發新益州這個特區 全世界我們在找那個廉價生產基地 我看都已經翻片了 那這個現在看起來 新益州可能是最後一個機會 沒有錯 我們先講新益州 他跟丹東只一江之隔 兩邊的所得差跡 還有不動產的差跡都非常大 對 就如正如我以前預測 這個澳門一定會起來 對 會起來好幾倍 那理由也是因為 他跟香港之間 那麼接近 對 結果差跡那麼大 差跡那麼大 對 那麼當然 現在新益州還是在北韓的轄下 但是他在他的基本法裡面 就新益州的特區的基本法裡面 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除了國防外交以外 特首有行政權 有立法權 有司法權 他也可以發行自己的護照 對 也可以發行自己的貨幣 是 是 我相信比現在的香港還自由的地區 那麼有這樣一個自由地區 配合的跟中國大陸那麼接近 跟台灣也很接近 是 跟南韓跟日本都很接近 這個資金 因為他第一 他這個我們所優異的 就是說我去投資 會不會缺電 對 他可以向丹東買電 對 會不會缺水 他有壓力加 對 有水 所以這裡都沒有問題 那他最重要的就是說 他的工資非常便宜 勞動力也非常充沛 工資現在才只有每個月 五十塊人民 五十塊人民 對 美金 就是一千五百塊台幣 對 那他的土地也相對的非常便宜 丹東有多 新益州有多大 新益州是一百三十二 一百 他一百三十二平方公里 新益州本比這個大 但是他把新益州裡面的部分 化歸為特期 對 那一百三十二平方公里 就是跟香港差不多一樣大 那當然我也認為 未來的經濟發展可能會不夠 是 所以我曾經跟洋特首 就群政長官跟他說 是不是可以另外再跟北韓 在要地 要地 再要至少四十平方公里的地 給台灣當作農業工業商業 發展的地區 那他也答應了 不過現在進行的怎麼樣 還搞不清楚 台商我們有沒有利基點 當然有利基點 現在比如說我們很多裝配業 裝配業在大陸都沒有辦法生存 對 那我們可以把裝配業移到新益州 那由我們提供中間產品 是 去那邊加工 我們也得到很大的利益 在那邊投資也可以拿到很大的利益 這個是很好 另外一方面我們的醫療是相當進步的 將來可以在醫療在那邊 讓附近 比如說中國大陸 南韓 這些人 在那邊 另外因為他有四大自由 所以我也建議成立金融中心 國際金融中心 國際金融中心 那麼這個可能將來會超越香港 所以他將來在服務業方面 加工業方面 甚至於農業方面也可以 我們也提供很多的技術 可以發展他的農業 所以我想將來 還有它是一個神秘的國家 因為這個北韓大家都沒有去過 所以很多人一定想要去那邊觀光 所以觀光事業也可以快速的發展